Jero 好,我還是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有在推廣數位政府這件事情 那就是想要問一下 現在目前台灣的數位政府發展的怎麼樣 那內容又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哪些方向可以發展 我們從2016年開始就制定一個 所謂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DigiPlus這樣一個方案 那DigiPlus裡面 DigiPlus裡面 Digiigi這四個英文字 分別表示就是Development Innovation Governance 跟Inclusion 也就是Development的部分是基盤的 好比說在台灣寬屏就是人權 任何地方都應該要有 當時我們沒有想到四、九、九、吃到飽 但是應該有可負擔的寬屏 那這個是一切的基礎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在上面發展任何東西都會把一部分人拉掉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像接下來我們5G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說5G的標金相當的高 那裡面有相當的一個成分 就是在現在4G收訊最弱 而且它也沒有光線或者是Cable可以接的地方 讓它能夠優先的來用5G 意思就是所謂的越偏向越先進 也是同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在這個基盤裡面要很平均的照顧到所有的人 甚至就包含說好比像說東莎之類的地方 那即使用衛星很貴 我們也確保說4G收尋都是收得到的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創新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數位的世界裡面 我們常常有很多一些新的想法 好比像會像口罩地圖啊等等 這種想法呢 它不是政府想得到的 是民間就有一個人他很有創意 然後他就覺得說每個人到超商 去回報這個超商是不是口罩賣完了等等 所以他的這個創新呢 往往會跟政府 我們本來的施政的方向可能不一樣 我們本來是往前走 或者是往東北方走 他忽然往上走 這個是我們沒有講過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是傳統招標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往往就是跟大的系統整合上合作 那他們當然都使命必達 可是大概方向就是那些固定的方向 所以在創新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說 當這些數位創新在民間出現 而民間他的力量 好比像說像吳章偉他欠了Google60萬 就是因為他的自己的財力 無法支撐一千萬人 來用他的這一套口罩地圖的系統 那我們就必須全力支持 但是絕不主導 那這個叫做社會創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當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看到一些產業 好比像說 在我們跟超商做24小時的 口罩預購取件的時候 他們也推出說 因為你一開始去那邊 你大概以後續過都會去那邊了 所以在前幾波的時候 他們甚至什麼咖啡買午送午啊 什麼都推出來 那這些也是他們是服務業嘛 也是服務業產業的創新 也就是說 當民間一個新的好主義出現的時候 只要你能夠empower 就是增幅那個提出來的人的話 那他既可以達成社會更公平 社會創新 也可以達成產業經濟的振興 就是產業創新 社創產創大概就是innovation這邊 我們所要治理的目標 那DI之後就是G嘛 就是所謂的治理 治理的意思就是我們行政員自己 像我們之前去爬山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個爬山的路線裡面 有沒有經過國家公園 哪些是營建署 哪些是警政署 哪些山務要抽籤 哪些要排隊等等 每一個的規則都不一樣 那你可能爬一個山 你要跑到四個網站 填完全一樣的資料 但是格式不一樣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這些地方合屬辦公 你去那邊跑文件 至少你還就是在一個地方 可以跑完嘛 你還可以認識四位櫃台的朋友 那但是你如果是在網站上面 批四個網站的話 那你只會覺得說 到底我在做什麼這樣 對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在一個地方介入之後 你不需要重複的去介入 這個是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一站式的服務 那當然我們現在登山 也有一站式的服務 我們剛才在開會說 你以後要去海域 去進行活動的時候 也應該有一個網站 一次讓你知道說 所有它海域油氣的規則 設施 包含有沒有淋浴間 有沒有AED 什麼之類的 都在單一個地方 就可以去整理出來 那這個是治理裡面 服務提供的部分 那當然同樣重要的是說 我們在提供這些服務的時候 我們也要想 有沒有各個朋友 他可以有新的方法 來提供同樣的服務 好比上說 像我們剛剛講的口罩地圖 我們後來協調了健保署 去用每30秒更新一次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 每個藥局的口罩的存量 那雖然它有一個查詢界面 但是好比上 對於視障的朋友來講 那麼地圖就不是很有用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上線第一天 就忽然間跑出了一個團隊 叫集管家 它是HTC的DipQ的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就是說 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只會用LINE 那你做一個地圖網站 什麼他都不會用 那這種情況下 他只要跟集管家去互動 到最後也有大概200萬人左右 在使用這個LINE的機器人 所以這個多管道的遞送的方式 也是治理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一戰式服務 只是一個拋磚引玉 我們透過OpenAPI的方式 它引出來各種各樣不同的服務 遞送管道 那這個就是在G governance這方面 我們要治理的部分 那最後就是Intlusion 就是韓融的部分 韓融的部分特別要注意到的就是說 像剛才我們可以看到說 雖然大家都有寬評 大家有新的點子都能夠冒出來 而且被大家所有知悉 而且在治理上面 我們採取開放的這個態度 但是如果你就是 好比像說不是很關心政治 不是很關心政府即將有這些討論 也不會沒事去上join平台 去看看聯署案啊什麼 那其實到最後你被影響到的時候 可能自己都還不知道 那更不要說 如果你的母語不是現代漢語 而是英語 或者是各故有族群之 原住民族等等的這些語言 新移民等等 那在這些朋友看起來 雖然我們這邊看起來 好像都有預告 而且都有討論 工作方都開得很熱烈 但是這些朋友們 可能最後才知道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像國發會有推行一個雙語環境 就是說我們這些法規的預告等等 只要它可能跟在台灣的外國人有關的 我們就必須要用英文 同時去預告出來 或者像國家語言發展法所說的 我們如果在某一個行政區 它有過半數的朋友們 其實使用像原住民族的語言 那我們的公文 剛剛講的這些治理的 都必須要以那個語言也發表一次 那像這些我們也要投入很多的資源進去 因為畢竟國際的大廠 大概不會幫我們去寫阿美語 賽其拉雅語等等的操作界面 這個就只能靠我們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特別是在各族群的方面 那當然也還包含 好比像說視障者 或者其他的同用設計的部分 這些的涵容都是非常重要 那像我們口罩預購的時候 一開始有一個驗證碼 那這個驗證碼 如果你又不能讀出來的話 那你是視障者 你到這一關你就買不到口罩了 那這個就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就會加了一個 他可以把它唸出來等等的這個方式 這是涵容的部分 那其實數位政府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因為民眾可能還是會有很多疑慮 例如說可能像是沒有辦法普及到各個地區 或者說就是數位的落差 可能領付差距 或者是像有些老年人口的發展 他們沒辦法用得到 或者是比較不會用 然後或者是像有一些資產的風險 是一般民眾可能會覺得有存疑的地方 那這會不會幫我們解釋一下這幾個方面 其實數位跟自動訊畢竟還是不一樣 自動訊是技術 它是面對機器的部分 數位是面對人的部分 它是自動訊的應用 所以每一個自動訊的軟硬體 它自然都會有習慣用的人 跟不習慣用的人 好比像說以這次的三倍券 那我們三倍券一共有五種不同的取用的方法 那簡單來講 如果像我阿嬤她87歲了 她有進勞卡 那進勞卡是一種悠悠卡 那對她來講 她就是用她的進勞卡去消費三千塊 然後呢之後她就靠卡 靠卡就是告訴超商說 欸我買到三千塊了 那你要不要存兩千塊進去啊 那這樣她進勞卡也沒有多了兩千塊 而且呢如果她是涉及在台北市 據說台北市還要再加一千塊給她 等於她買三千塊東西不用錢了 對那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她來講 別的方式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她習慣了進勞卡 她就用進勞卡就好了 那如果有些朋友 本來就會去郵局辦一些事情 那我們郵局 本來你就可以拿健保卡加上一千塊錢 然後她就給你三千塊的振興券 可是像我自己 我是用國旅卡 國旅卡我用的最習慣 所以我用國旅卡就是信用卡消費 信用卡消費之後呢 我去ATM領個兩千塊現金出來等等 所以所謂的多管道服務 並不是要每一個人去知道每一個管道 這是不可能的 而是你去問說 大家想要消費的地方在哪裡 那如果她是一些很小的攤商 甚至還不一定有稅籍的等等 那當然是紙本券嘛 這個是最方便的 那如果她是有行動支付 比如說一些民宿 那這個電池就是最方便的 如果她很習慣的就是在搭高鐵啊 用悠遊卡或者是在便利商店 那悠遊卡當然是最方便 或一卡通等等 那所有其他的 好比像說信用卡啊 或者其他的做法 這些每一個都有每一個自己 好比像我習慣逛百貨公司 我可能已經用一個聯名卡了 那我當然就會是挑那一個 特定的信用卡的方式 所以我們的方式越多 大家越不需要調整自己 來配合數位的政策 我們越限制 大家就越需要調整自己 當你調整自己的時候 當然不習慣 不習慣就會有疑慮 那一旦有疑慮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使用 我們的使用率就會下降 大概是這樣 那剛剛其實講到說 因為現在台灣 數位政府的發展 已經越來越澎湃了嘛 那其實我們都蠻好奇說 會不會就是像 因為像國外 可能也都在發展 數位政府這件事情 那會不會有一個 數位聯合國的概念 就是可能每個國家可以 互通的有無價 對啊 其實它現在已經是這樣 韓國已經在用我們 台南江密宗開發的口罩地圖 那我們的這個 COVID-19的那個 就是一覽表 那包含配色啊什麼 很多是參考東京度的 就是說其實在現在 只要你是開放式的創新 你把你的軟體跟硬體 放在網路上面 讓各國去取用 那像台灣這邊有個叫 AI Labs 他們寫了一個就是 好像社交距離的一個APP嘛 那但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 進入社區傳播階段 希望永遠不要進入 所以這個也用不到 藍牙什麼都用不到 對那但是英國已經進入 那個階段了 所以英國就可以來 跟台灣取經 然後學習台灣 朋友們開發的這套軟體 所以其實像在WHA 就是世界衛生大會 前幾天 我們就在衛福部的會議室 也辦了一個十四國的一個類似 會前會 當然我們的這個寬品品質 比WHA的好 不少 對那所以大家都在看得很清楚 跟聽得很清楚的情況下 具體的交換 您剛剛講的這些數位技術 那甚至就包含那個很可愛的總裁 那是柴犬 那各國也有柴犬啊 所以他們也會想到說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跟人民溝通的方式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像 傳統的國際合作一樣 你要先國對國外交官對外交官簽約 像我去幫東京都去改那一個措子的時候 其實我是以一個鄉民的身份 我也不是以政委的身份 那他們採用也是因為我的這個建議有道理 而不是因為我的身份嘛 那只是說當他們採用 當然市議員就注意到 市議員注意到了 那當然我們東京都知事就注意到 所以就公開感謝我 那但是這個並不是傳統上就是第一軌外交 而是這個等於是公眾外交 所以這個公眾外交已經形成了 而且像我們辦的那個十四國的那個會議看起來 也沒有分什麼會員國啊 觀察員啊 因為你在螢幕上大家都是一個方框嘛 根本看不出席位的差別 所以這個我想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多 可是像我們就是像可能像台灣一直進不了WHO啊 或者等等的國際組織 那像這樣的數位的聯合的概念 有沒有辦法就是可能更強大到就是讓世界可以看到台灣的表現等等 可能可以進一步的就是取代可能像WHO之類的這種國際的組織 事實上是這樣 那但是呢 我們如果加入這些從八個十八個到八十個國家 這個大小我們投票會贏 應該就是跟我們理念相近的 對那所以就是說這種叫做小型多邊關係 那我剛剛就是說 我自己以鄉民的身份去參加東京都的這個防疫的網站的開發 那這個叫多方厲害關係人關係 就是multistakeholderism minilateralism,multistakeholderism 比起傳統上的multilateralism 都是台灣特別強的地方 因為我們解決特定問題的方式 跟我們理念相近的國家有很多可以參照之處 我們要怎麼樣去防疫而不需要封城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假訊息的危害 而不需要take down 不需要把東西下架 那這些PRC好像沒有什麼貢獻 因為他們的做法跟我們就不太一樣 對那所以他們跟類似做法的 會有很自然的就是小型多邊關係 我們跟這些自由民主國家 會有很自然的小型多邊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邊透過像一個叫做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 我們就是台灣、日本、美國 跟關心這個議題的其他的 好比上做循環經濟的時候是荷蘭等等 這種四方五方的這種小型多邊關係 現在是我們最極力在推動的方法 那可以問一下台灣已經參加這種小型多邊關係 已經多久了歷史大概 GCTF已經有相當久的歷史 但是以前都是台美雙方 然後再去約別人 那台美日變成一個三角形 到現在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才一年多的時間 那想要問一下 因為之前有在其他的訪問裡面有看到說 因為現在是後疫情的時代 那大家都會很害怕 像AI取代人類 但是我看到你在訪問裡面 其實有講到說 其實並不會取代 是一個輔助的關係 那未來就是這些AI的角色 會廣泛到運用到哪一些領域 那或者說人類要怎麼樣 就是可能要轉移我們的產業的方向嗎 或者是轉移到就是我們的能力等等 對 我想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你越面對機器的 那AI越可以取代 因為AI很擅長跟機器說話 那你越面對人的AI就越難取代 因為AI並沒有跟我們一樣的生長經驗 所以大概很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你的創造性越高 越多自發跟人互動等等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呢 AI其實是你很好的朋友 因為他會把你做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像工具人的部分 人型工具都可以把它取代掉 那你剩下的部分 就是跟其他人相處互動 一起做出這個更好的價值等等的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在一般來講 產業分工上面 後面的這個已經比較類似設計創意的部分 也是附加價值比較高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 就是當我們的AI的能力越強 那我們的產業轉型就越快 因為附加價值比較低的部分 你就交給機器人做就可以了 那或許有沒有哪些特質是說 會在這個後疫情時代的話 就是會比較被重視 哪些能力 對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透過視訊 以前我們都說見面三分情 那視訊最多兩分情 所以好像打個折扣 對 但是其實戴著口罩 見面就一分情而已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以前的像這種資深官員 他其實很不習慣視訊 而且覺得視訊一定抽格 一定這個不怎麼樣等等 所以即使台灣辦這種多方的厲害關係人的會議 或辦這種小型的多邊會議 我們能夠邀請到的層級有限 因為在網上的官員他根本沒有視訊的習慣 對 那但是現在呢 他們都有視訊的習慣了 而且我們不小心就會知道他家裡長什麼樣子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在國際上面就不再有 見面是高階的 只有這個工作層級才在那邊視訊 所有的高階的人現在都發現說 你家裡就是要放環形燈啊 什麼之類的 對 那因為就是有些地方 他是因為已經就是 他就是關在家裡了 他非這樣不可 有個地方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在接下來包含WHA本身 都必須要這樣子召開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就真的必須要去投資 就是打光美顏環形燈等等的這些設備 那這些你既然買了 你又不是租的 你就會一直放著嘛 那你放著然後頻寬又測通了 那你就會經常用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樣子高畫質的見面 其實也有個三分清啊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知道說 你以後跟這些高階決策者討論的時候 那你透過視訊 那如果大家一起去看一個工廠的話 你就是遠端操作機器人嘛 那等等 那這些東西你用得越熟練 你以後就越不受地理環境的限制 像我現在常常一天要開七個 左右的跨國的這種活動 那早上就是每周的 然後在這個中間中午就是亞洲的 到了傍晚那就是非洲跟歐洲的 所以等於就是我一天就環遊世界了 那就是因為我操作這些已經很熟練了 是 那剛剛有講到說可能像這個例如說 然後視訊可能變成很普及的一件事情嗎 那您有認為說 這樣疫情之後 所謂新的常態的生活會長什麼樣子嗎 對 其實這裡面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 如果沒有必要面對面的 那就不會面對面了 對 甚至是說 以前就是大家這個長官要帶一大堆鼠官來開會 來顯示自己的地位等等 那再後來就發現說 沒有啦 你每個部門派一個人就好 其他人都在線上 對 因為第一個 這樣不只是簡單減碳 而且是可以確保說 你每一個人他是在自己比較舒服的環境 就是說 你要每個人都來台北 其實對在別的地方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那就像我們如果大家都要跑去日內瓦 那對於離日內瓦遠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透過視訊 你只是把一個 好比像說住處的代表 大使等等 因為他本來就在那邊了 他也不用飛過去 那但是呢 別人附身在他身上 那這個時候呢 我自己也沒有就是時差的問題嘛 我即使是需要半夜兩點醒來 我只是醒來一個小時嘛 我又回去睡 我沒有說我搭飛機去 然後再回來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那這位大使 他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工作 更知道說到底我在講什麼 那如果是我一個人過去 那的話 那其實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但是因為透過這樣子的視訊 他發生的時候就可以點藏 所以他就可以錄影了 錄影之後我這邊所有的幕僚 自己花時間慢慢看嘛 那這個時候 大家都可以參與談判的過程 所以在實體的時候 你做紀錄是必須要帶攝影機去的 然後你如果去開一個跨國會議 你帶一堆攝影機去 人家會覺得你很奇怪 對然後大概你也不一定很容易進場 但是你透過視訊的話 你只要事先說好 你按個鈕本來就會存下來 所以發生幾點長 這是另外一個我覺得新的常態 那其實剛剛講到都是工作部分 那生活方面會不會有產生一些重大的轉變 因為可能在台灣感覺大家好像還好 但是國外可能面臨到很大的轉變 那自己再看就是可能全球就是在生活方面 這邊會不會有什麼樣不一樣 跟疫情之前很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一部分是大家發現說 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因為大家都是同舟一命嘛 我講的是就是地球 作為一個太空船的那個程度的同舟一命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很多你在社區媒體上面 看到以前是大家有點炫耀自己的地位 或者是說這個打卡 覺得說我今天到了什麼很棒的地方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那種就是envy啊 就是極限嘛 極度跟羨慕的這兩個心理動力 在驅使很多這個消費主義的發展嘛 線性消費嘛 我這邊花這個多 他就比我花更多 而且投到IG上等等的這種東西 可是現在在疫情的時代裡面 不只是在台灣 全世界的規模 你都比較看不到別人這樣做 就是大家正在成千上萬的過世 正在受到疫情的這個情況 很多人還在封城 那你在那邊曬這個消費主義 這拜金已經不是這個大家喜歡的東西了 對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在就是振興階段的時候 像我們現在為什麼發三倍券的時候 我們是特別是說我們希望你去就是附近的商家 然後不是電商不是那種送貨到你家門口 而說你真的忍過去 然後跟他說這幾個月你辛苦了等等 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大家彼此之間互相支持的這個力量 大過以前那種 就是大家彼此竟相買名牌啊等等的這種力量 這樣子當我們復甦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對社會來講 更平均的一個復甦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我們好不容易活下來了 我們大家彼此之間更彼此關懷 而不是個人跟個人之間地位上等等這樣的競爭 所以其實好像聽你這樣講 其實反而更有人情味一點 確實是這樣 所以其實好像之前的疫情前的時代好像科技比較主導 然後所以會變得比較有隔閡一點 但現在反而好像不能見面 但是溫度也增加的感覺 對而且第二方面就是說 等到終於可以見面的時候 對那就是有一種那個小別慎興奮的那個狀態 就是說 終於可以這個餐廳解封了 終於可以什麼解封了 那大家就會更珍惜啦 更珍惜這個相處的狀況 那現在在全世界 因為可能像是很多人可能因為疫情 關於失業啊 或等待輔助啊 或者被迫中斷學業等等 那就是正委有沒有一些話可以告訴這些人 不過當然就是說線上學習現在是一個閒學 那而且我們也看到說很多包含藝術啊 像我在疫情期間也有看那個就是百老會有一個叫Cats的那個音樂劇 對那他就是專門就是為了讓大家待在家裡 而不是就是跑出去 所以他們就把這種就是以前你要付很多錢才能夠看的東西 都在線上直接去串流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對藝文工作者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第一個讓更多全世界的人 而不是他巡演那些地方的人 認識到他的作品 那第二個是說 在他未來恢復表演的時候 他也可以去融合更多像YouTuber的這樣子的那些技巧進去 因為以前你這樣子做的時候 你的受眾它是不穩定的 你去電影院他會做哪裡 眼神往哪裡看 什麼什麼 那個都已經有一個很標準的一個做法 所以院線片為什麼還是院線首發 就是因為你很確定他的體驗會是什麼 那至於他在自己的載具上面看串流啊看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體驗怎樣 所以大部分人是院線線首發完之後 他才把他這個發行權給線上的串流平台嘛 那但是現在因為在這個就是疫情的期間 很多地方院線是沒有辦法開門的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必須要優先選擇串流平台 可是後來他就發現說不對啊 串流平台它互動性高啊 就是說電影你不可能看到一半 大家按幾個鈕就來決定他的劇情走向 但是你跳過串流平台這還蠻容易的 所以就是說觀眾的參與 忽然之間變成串流平台這個優勢 而且呢你在一開始已經讓一群人 因為他就在家裡嘛 他除了在那邊玩互動的這個影音之外 他也沒有什麼別的事可以做 所以這個時候他也有一個消費習慣 也有一個忠誠度 那這個時候未來的院線片 第一個未必就是單向收看 說不定有參與的性質 那第二個未必就是在院線首發了 他很可能就是線上串流首發 那像這些都是在新的這個 後疫情的時代 想要學習的人 想要娛樂的人 想要建立文化的人等等 其實我們都是在參與一個新的文化的建構 所以會不會就是會有一個陣痛期間 可能大家就不習慣轉變啊 或者是說背後要改變等等 就是會不會就是讓大家沒辦法適應的狀態 我覺得在台灣我們很有福氣 對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封城 那我們的學校其實除了稍微延後開課之外 我們也並沒有真的封住學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學校如果採用線上的教學的話 主要原因還是不想群聚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發展出來的模式是很多個小班 有點像是衛星 然後大家可以彼此之間互相連結 透過可能像整面牆的投影等等 那所以它就兼顧了實體上的 你可以跟旁邊的同學討論 跟線上的你可以請最好的老師 不管他在哪裡的這兩個特色 所以這種雙式教學 我覺得是台灣在疫情期間 我們看到整個就是特別是國教 當然也包含高教體系 開始發展出來了新的教材教法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非常幸運的 因為在很多其他的國家 實際上絕大部分其他的國家 是沒有這種互相討論的狀況 大家必須要就是隔著一層 那樣確實像你講的就會有一個陣痛情 但是在我們這邊是 因為還保持著小組討論的形式 所以我們這東西比較沒有感覺到 所以這樣我對於未來是很樂觀的 對啊 將來這種會取代傳統的 我們這種一定要到學校去上課的一種情況 我會覺得說像就是我們的社創中心 人家六三代九號就我的辦公室 我們把圍牆都拆了 然後呢現在我們就是在中庭放很多椅子 那為什麼我們當時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通風條件良好 通風條件良好 而且你在室外那個算室外 只需要一公尺的距離 所以大家不用戴口罩 大家表情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有很大的同一幕 然後我們也有綠幕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去連到線上的其他的地方 然後去把它等於跨域的縫合起來 所以像這種地方 就是不是說文子電影院 而是說這種通風條件良好 可以容納大概可能二十人到最多一百人 然後大家在這邊一起進行學習或分組討論 但是頻寬又高到你可以去連到更多的別的類似這樣子的地方 這種多衛星的學習方式 我覺得真的未來會比較出現 所以將來不會有學區的問題 因為它只要可以任何地方都會上 而且那個地方只要設備夠好 那它的體驗就跟明星學區沒有什麼兩樣 這個部分我們在政府在印體方面有做一些 有的 我們有把幾個大的網路的頻寬 好比像說台灣的學術網路TANET 好比像說國網那一邊 好比像說我們自己內部的叫GSN 那我們以前是這些在各自裡面都很快 但這些的互聯速度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一筆經費 就確保說他們互聯也非常快 但小學生如果程度夠 他們可以直接上高中課 意思就是這樣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它從國教體系去連到高教的TANET 或者它從國教的TANET 去連到國網中心 這些都是以後它就是可以很確定說 就算是它是1080P或甚至是未來VR 它都有充足的頻寬 那再請問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就叫做多管道的一個地送 是的 這本湖將來投票會不會講出來 對 我想我們目前是以聯署先開始 那為什麼是因為聯署它很多是選事情 而不是選人 選人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那個開票的過程 因為台灣的開票過程是一個社會儀式 就是各黨派的監票員 現在都可以拿著手機 而且你唱每一張票的時候 你要往每一個角度 給他們看一下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對於這個開票的公信力 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你根本上不可能做票 對 那但是如果你是用電子計票 你如果不連上網路 那就像點鈔機囉 那點鈔機的方法 你是不是還要抽檢 來確保說它不會這個點鈔的時候出現問題 或是說你如果這個鉛筆畫到 格子外面的某一個地方 它竟然算兩票等等的這種狀況 就是說你要經過很多這個檢證 那如果它又連到網路的話 那問題就更大 對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你會不會到一半 忽然之間被操控 或等等被抽換軟體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會循序漸進 就是先從不在即的 然後它的投的東西是事情而不是人 好比像說公投案 那公投案因為即使你不在即 全國性的公投 你在投的是同樣的一些題目 所以唱票的時候也不會出現說 你在澎湖 然後唱一個屏東縣的候選人 那大家都知道是誰投的 這樣子的狀況 對 所以就是以可能全國性的公投 或者是事務的連署 這兩件事情可能會先行 那先等大家都已經很習慣 而且也覺得說這是公平的等等 我們再去想說 那電子機票或甚至投人的 那這個可能就不會在接下來四年裡面 把投人的機票的部分去換掉 因為大家必須要達到 就像公開唱票那麼高的可信度 那才會去進行這個改變 那這個跟電子 我們將來未來的現代的身份證有關係嗎 這個關係倒不大 因為我們好比像說公投的那個連署 目前就是規劃用自然人品證的系統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參加聯署 你就去辦一張自然人品證就是了 所以這個並不依賴於 就是新的身份識別證 現在有個問題 自然人品證 對 健保卡 身份證 對 幾乎都具有類似相同的功能 為何會講 因為14歲以下現在其實沒有身份證 對 然後健保卡它只能用來做公務機關 跟健保署合作的公共服務 它不可能去做別的部門的服務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 那當然自然品證理論上 這兩個都可以做 但自然品證目前的困難就是它的發卡量有限 對 所以我們目前這三張卡是在這個情況 對 那健保卡當然不可能未來變成跟公務機關無關的去使用 因為它是那個條文裡面有很明確說 它只有跟健保署合作的公務服務才能夠使用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的就是商業要利用 比如說金融卡用來開戶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你大概很不容易去用刷健保卡的方法開戶 這個幾乎不可能 但自然品證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的大概都是要增加自然品證的發卡量 那行動載具這個部分將來會發展成另外一種東西嗎 嗯 雖然品證已經有T-FIDO了 我知道 T-FIDO就是它的行動化嘛 那健保卡當然現在有健保快一通啊 那所以這兩個都已經有行動載具的版本了 我是說像那個付費的那種行動載具 就是發票的那種東西 就是我是意思說 財政部是不是會有另外一個東西出來 我想這個沒有什麼太多的必要性了 因為從財政部的角度來看 它只要能夠歸屋大概就可以了 對那所以T-FIDO本來就有歸屋的這個能力嘛 因為它是一個身份就是證明的一個系統 而且它本來就可以做金融上面的使用 所以我是覺得說T-FIDO本來就可以去當金融 那當然我也理解有金融評證或者其他的這些評證 那但是未來如果自然人憑證的行動化很順利的話 那其實就算是你是公司的那個工商憑證 你用負責人的自然人憑證的T-FIDO 其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面去做這個檢證 所以將來不會有一個一卡全部通用的東西嗎 自然人憑證就是那種卡 就是自然人憑證 對啊 但是自然人憑證沒有健保卡這些功能嗎 它不會 就是說你要問的是說我如果用自然人憑證 我能不能夠去看醫生 我要問的是說一張卡我全部通用 什麼都可以用 有沒有這種計畫 那張卡大概就你的手機嘛 因為你的手機上面既可以辦健保快易通 也可以辦T-FIDO 所以你如果要就是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就出示健保快易通 然後裡面有一個動態的QR碼 現在還沒有寫出來 但是我們事實上已經試行了 我們已經試行了 這個是已經在評估的 那同樣的道理 你如果需要做金融的事情的話 你就開T-FIDO那支程式 所以你不用帶兩張卡 你只要帶一張手機 但那個手機是你自己的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手機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知道說你要裝哪些應用程式 你不要做什麼 你要授權給誰等等都是你來控制 但是我們如果逼著把它放在同一張卡的話 等於你無法拆分嘛 但手機的APP你隨時可以解除安裝 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您剛剛提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跟我們理念相同的國家 會變成一種小型的多邊關係 多邊關係 我經常不想 最近想到一些事情 就是二戰時候 不是有同盟跟軸心嗎 對啊 現在PRC 不是他們有一個好像 像軸心那樣子 那我們是有同盟 現在有沒有這種 這種的一種趨勢 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關乎 就是我們對於一些基本的價值 好比像說我們的言論自由 機會結社自由 那在疫情的期間 或者在之前就是假訊息泛濫的時候 台灣也有很多民間的朋友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限索一些言論自由 是不是應該要賦予行政機關 下架特定言論的權利 趕快緊急處置 然後法院實在是很慢 不能再去等了等等 那時候都已經出現過 就好像是說 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說 我們就來封城啊 什麼之類 至少也練一下吧 之類 就是說 確實在每次發生這種重大的 好像威脅到民主政體的存續的時候 就算是民主政體 也會有一個誘惑 說那我們就往威權的部分 稍微再走一下回頭路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然的話 我們要到台了 對不對 那台灣的特色 我覺得就是我們已經 承受住這些誘惑 而且我們沒有屈服於這些誘惑 我們到今天 都還是沒有說 這個行政部門 可以把什麼新聞記者的 什麼下架 沒有這樣的權利 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封城 所以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等於是這個價值 非常持守住 那但是在PRC的情況下 他在疫情的時候 他不是只是封城而已 他的維穩的力度 也提高了非常多 等於是說 話比像說像 李文亮醫師 在一開始的那些訊息 那他不是只是去申戒他 他事實上是運用官方的電視台 說這個是假訊息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覺得說 疫情會導致社會的騷動 什麼之類 那當然後來他們的 好像法院的那個 微博帳號 有一個說明 說這個技術上來講 李文亮醫師說 SARS來了 其實不是 這是SARS2.0來了 所以他講的 還是不是完全正確 等等啊 就是有一套講法 但是在我們這邊 我們是絕對 連這樣子想 都不會這樣想 我們如果一覺得說 SARS要來了 我們當然馬上就是 指揮中心要不要開設 的這樣的做法 所以確實如你所說的 就是說疫情 它會讓本來就是 治理哲學不同的地方 的政治實體 它好像更放大 它本來治理哲學不同之處 確實有這樣的傾向 請教一下 這一次我們的防疫很成功 然後就是您也有參與 這些事情 這個經驗帶給我們後面 叫做我們的施政 有什麼一個啟發 對 當然第一個就是 如果純粹講數位的低聳的話 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我們有一種方法 是跟以前的傳統 所謂PPP 所謂這個就是政府開標案 然後民間來試著把它完成 剛好相反的做法 我們像口罩地圖 是民間已經做出了半成品 然後政府好像變乙方 我們要把它 假方的規格 盡可能去完成 變成叫做反向採購 對 那這樣子的做法呢 不但不受採購法限制 而且呢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沒有正當性問題 因為是全國都用過 吳展偉的作品 然後它 扶不起60萬 倒掉了 那我們在做的只是 讓大家都已經很稱讚的 一個東西 讓它能夠營運下去 自然也不存在說 好像我們找了一個系統 整合商做了一個東西 然後好像不是大家 所喜歡的 然後我們又得重來 等等的問題 所以這種透過社會創新 變成公共服務的 這一道路徑 在這一次是真的是 非常多人看到 那以前其實我們 報稅軟體等等 也是這樣子改進 但是畢竟 一戶裡面只有部長會報稅 所以有體驗到的人 沒有那麼多 但是這一次整個 口罩系統下來 用到的人已經高達 好像兩千一百萬人 也就是說幾乎 每一個人都用過 對 那請教一下 這樣子我們政府對於 鼓勵社會創新 這個部分 現在有新的一些 有的有的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當然這個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的 承辦其實也是經濟部 所以從它的角度來看 就是以前好像是 產業創新 從研究機構啊 等等這些來 這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呢 現在他們也發現說 民間拿現成的東西 但是做意料之外的運用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的創新的來源 好比像說 我們口罩3.0之後 到所謂4.0 就是當時也是 好像幾位委員 可能是中嘉賓委員 范雲委員 等等這些委員 他們不是有開一個 記者會說 我們家裡有口罩 我們也沒有去領取 我們希望把我們 沒有領取的額度 能夠去 就是貢獻出來 然後給這個 全世界去使用 那當然他們的這個 倡議非常多的網友 都同意 那所以到最後 因為你知道就是 他們是假方 我們是乙方 我們就去實作了 那實作之後 果然非常多人響應 然後30多萬人居民 30多萬人匿名 那現在已經超過500萬片 那全部都已經送到各國了 那送到各國之後 這個就有一點像試吃包的作用 他們發現說台灣的品質 真的非常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製造這些的口罩國家隊 就接到很多電話 說你給我們醫護人員 這個很棒 而且你們是捐的 那現在我們願意買 給我們的一般人民用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 這些口罩廠 現在就組成所謂叫一貫廠 就是說你只要願意給一塊地 然後給水 給電 給消防 我們就直接把口罩國家隊 裡面十分之一的產量 就是一天兩百萬片 的這個非常高的產量 24小時運轉 全部計轉 到你們的師父那邊去 那以後你們就自己 就可以有一天兩百萬片 而且你要做 醫用口罩 做N95 就完全你來決定 那所以這個訂單就是說 更重要 因為我們畢竟寄口罩 出去的量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幫助他 運用口罩國家隊這種 他們本來在做精密機械圓 遠高於口罩所需要的 這種做法 做成一貫廠的輸出 各國都非常想要 所以這個就是社會創新 就是你貢獻給各國 去帶動產業創新 因為各國發現 你可以跟台灣下單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社創跟產創 它就好像這個飛機的兩億一樣 它是彼此支持 彼此平衡 所以在這個疫情過後 現在全世界 其實只有台灣才開始解放 那個經濟發展 我們可以靠這個方式來做 對啊 而且當你一天生產兩百萬片之後 你自然也有配送的問題 也有口罩地圖的需求 也有預購的需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協調說 我們三倍券的這整個口罩 的三倍券地圖 就要比照口罩地圖的API 然後呢 這樣子的做法 它的後端也可以挑一些部分 把它開放原始碼出來 那忽然之間就像韓國這樣 口罩地圖一樣 那別的地方要發三倍券 或者類似這種正型的東西的時候 它可以把台灣的這個廠商 直接計轉過去 那他們又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 對 問一個小問題 美國發的錢比你多很多 為什麼我們這個只有三千 很簡單嘛 就是說因為它在這個就是封城的階段 它造成相當多的損失 它要彌補這個損失 那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去跟就是立法院要錢的時候 當時其實已經知道說 我們沒有封城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挑說 但是它有一些還是個別有被 就是關掉的這些企業 那我們是不是要專門針對這些去進行紓困 但是連一個都沒有 對 就是我們事實上中間沒有從上而下下令 關掉任何一間企業 只有當時說 你沒有辦法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又不make sense的 像酒店 這個有稍微關掉幾天過 但是後來他們就發明了 你可以戴一個類似的安全帽 然後有一個塑膠套 也是透明的 然後你還是牽得到手 只是沒有辦法接吻的 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還是可以喝酒 那自從他們發明這個 這一支社會創新 之後他們又解封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並沒有真的 就是實體封住任何就是大量的產業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振興 比較是說我們鼓勵大家 就是去附近的店家 然後去說辛苦了 這個這一陣子真的是就是大家很不容易 那但是呢 為什麼我們排除電商 就是因為他們中間是賺的 他們在中間賺不少 對 所以我們在過程裡面也是希望說 你去實體尼亞跟他們說辛苦了之後 其實你就是重新認識一下你的左臨右舍 那這樣子的話 就剛剛講的疫情後的這個人情味 就更容易去增加 所以這個的目的跟其他各國都不太一樣 其他各國是就是很對不起所有人 所以這個我們是用未來子孫的這個稅收來跟大家道歉 那但是我們這邊因為引擎沒有熄火 所以你點火也不需要那麼多 對 請問一下您欠了要準備籌組的一個 布還是會還是這個 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是 就是數位的一個布或會 對 那我們目前大概就是趕不上臨時會 那所以大概就會是下個會期 可能會有一個草案送到立法院 那當然因為下個會期是預算會期嘛 所以當然也不可能跟著預算送 所以它的就是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讓委員們能夠充分的討論 那如果下個會期真的很順利過的話 那它就是明年才能變預算 明年底才能正式成立嗎 大概是這樣 那名稱可以討論嗎 沒有我們現在不或者會都還不知道 對 但名字裡一定有數位 對 因為那個總統政見 對 那個總統政見 對 但是簡稱有嗎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對 沒辦法猜 目前有數位名稱 就是不止一位名稱 我們內部都還在討論 我們內部都還在討論 不是digital 是不是數位 是plural 對 對 就像我們那個三倍券的網址 我不是就是提了一個主意叫3000嗎 3000.gov.tw 那這個也幕僚都還在討論 對 那如果有更棒的主意出現 我們隨時可以放棄那個SSL評審 趕快再去請一個更好的 不過我覺得3000.gov已經很好借了 對 最後一個問題 對 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跟plc 這樣的差距這麼大 是 我們在國際上 就是很多人都在看 很多人在幫我們台灣做宣傳 對啊 Viva台灣啊 真的真的 好多 對 各個國家 以色列他們都有 是啊 我們現在怎麼 就是我們怎麼自己去把它想辦法 把我們自己推得更遠 更高 像其實有一個網站嘛 叫台灣Can't Help.us 對 那那個網站厲害的就是 它根本不是外交部做的 它是念詠真啊 阿滴啊 這個一群 就是在群眾募資平台上面的朋友們 自己這個當時 本來寫了一封稍微有點中二的信 要登到這個紐約時報 對 然後緊急就是 很多就是有募資的這個參與者去踩煞車 說這個太中二了 人家紐約狀況這麼慘 然後你在這邊講台灣美食什麼的 好像哪裡乖乖的 對 所以這樣就是在24小時之內 就這個登大廊 然後最後這個寫了一封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熟的信去出去 那這個新的成熟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說大家所正在遭遇的這個苦難 台灣有經歷過 我們雖然這一次看起來沒那麼苦 但是我們2003年的時候蠻慘的說真的 對 然後大家現在就是被孤立啊等等 我們在國際上也常常被孤立啊 所以任何有被孤立的經驗的 任何有經過這種像我們大地震啊 什麼各種天災啊都有經過過嘛 那台灣都懂 那台灣不但懂 而且願意幫助 不但願意幫助 正在幫助 所以就可以看台灣can help.us 那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對這種就是權力支持 絕不主導 那裡面你看他的很多內容 包含這個陳建仁院士 當時錄的一個就是翻成各國語言的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子去因應這個病毒 這個他就是我們的首席流行病學家 又是我們副總統 像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外交訊息 那又或者像說剛剛講的 已經五百多外片的口罩的 有名有信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查得到 如果他居民的話 這個我們也登在台灣can help.us 上 但這個不是政府網站 這個完全就是民間覺得什麼有道理 他去約一個YouTuber 然後那個YouTuber就從他 能夠說服他在地的民眾 像泰國啊等等民眾的角度去介紹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開放式創新 真的已經超過我們平常外交的那種見解 這個就是所有的 我們叫做這個奶茶聯盟 奶茶聯盟的成員 都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創意 台灣變成一個可以混搭的一個品牌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台灣模特兒 好像有種感覺是高手在民間 這樣我就可以做無為政府 明就是全力支持 絕不主導 絕不主導 不需要怎麼設計太好 是這樣子 完全支持民間 可以插我一個問題嗎 來 就是我們以前台灣是華人的創作優勢 離上很多事情 那現在這個優勢一直都消減掉 然後這次人才也有斷層 很多表演者反而變成去當王 可是跟正規的表演者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如果藉由這個書位的優勢去 我們有機會嗎 去把這個文化的創意 就是創造力再拿回來的優勢嗎 當然啊 其實像我去非洲的時候 那時候是去伊索比亞 他們問都是說 我們那個Rulibos 除了在台灣翻成南非國寶茶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非洲來的 之外 在別的地方沒有人知道是非洲來的 然後他就問說要怎麼樣去做行銷 然後我說我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你問我行銷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可能是他們 而且他們還有做一個試調 就是說壽司知道是日本來的人是很多 但是它就是差不多是這麼多 知道珍珠奶茶是台灣來的 哦 越來越多 就是說珍珠奶茶已經變成台灣的一個 就有人說護照商應該用珍珠奶茶 圖片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越多這種開放式創新 這個開放式創新 並不是只有台灣人才能用 他用南非國寶茶混一些Tapioca 不管它是黑珍珠白珍珠 它也是真奶啊 所以就變成這些伊索比亞人在幫台灣行銷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才是真正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開放式創新 讓大家看到珍奶就想到台灣 看到很多文創的這些東西 他腦裡就會覺得說是台灣來的 好比像說為什麼奶茶聯盟叫奶茶聯盟 就是因為珍奶也可以做成奶茶 然後印度的什麼拉茶還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做成奶茶 我們想越多這樣子的梗 大家就會越覺得說我是 also Taiwanese 然後這個時候他願意來台灣 願意待個五年六年 然後我們就說你不用放棄國籍 你也可以歸謊 然後我們就又多一個台灣人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我覺得才是真正非常涵容多文化跨文化的 而不是變成說好像我們只是單一文化的一個傳承或代表 當然那個文化就是漢文化還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二十幾個國家語言 更多的新住民的語言 我們就是要有一個這種跨文化的精神 我覺得是更重要 所以還國際化的部分非常重要 對就是說我們就要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二十幾個不同的固有族群 更多的這些新的住民等等 那這些朋友其實都是這個台灣跨文化的一部分 那所以就是我們所謂公民之國嘛 本來就是任何人他只要是公民 他就可以去參與這個政策的制定 甚至他不是公民 他只要有健保卡 一定程度上面也可以參加我們的很多公共服務 那我覺得這個共同體的感覺 比起你說哪一個人他是什麼文化的傳承要重要 因為他來這邊 他被這些不同的文化刺激之後 創造出來的是全新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不是在別的地方 所謂的單一文化傳承可以取代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ethnically 我們才是一個raise 我們ethnically當然是路西子孫 就是現代子孫 現代會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代表 變成是那個的代表 智人 對對對 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 對 都是路西子孫 不用分那麼細 對